各位同學 老師 家長 你們好 到校長的話 今年校長一如過往 都是用錄影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不過今年我們邀請了四位得訊仔 和我一起和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感恩 四位同學先和各位Hello Hello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蕭崇欣 是六師班 你呢 大家好 我是六師班的譚成健 我是四A班的搬家財 我是三師班的兩位客 好 剛才校長提到 今天我想說的主題是感恩 不如我們先聽聽四位小朋友 如何去看感恩這個主題 關於這個主題 我最想感謝和感恩的就是創造萬物的天主 如果沒有他在 我現在都不能和各位同學和校長在聊天 我很感謝天主賜給一個健康體驗 讓我可以健康快樂地去做不同的活動 也很感謝他賜給一個完整的家庭 好的父母 讓我可以進入一間好的小學 而且亦都賜給我優秀的老師 和會潑精靈的同學 而我最想感恩的人就是我們的老師 因為我們的老師可以幫我吸收很多的知識 而我吸收了很多的知識之後 就可以幫助別人了 那我最想多感謝的就是我爸爸媽媽 尤其是我的媽媽 因為我每次在學校回到家之後 我媽媽又會教我做功課 不能和我溫習 她還會幫我檢查功課 還有爸爸她每次上班回來都很累 不過她都會陪我玩看看電視 好了那到海韓 我最感恩都是我的爸爸媽媽 因為我常常受傷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會幫助我 陪我 好 那我們聽完四位同學 校長都很開心 他們都懂得感恩我們的父母 天父 其實感恩是要從心而發的 就不是人家送一份生日禮物給你 你說聲多謝 不是一種 感恩是經歷了一件事 你是發覺在這件事上面 你是成長了有得著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早幾個月前 觀塘一場大火 我們有兩個消防員 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從這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不懂感恩呢 我們要感恩的是 我們是身體健康 現在我們還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身邊有很多很多疼我們的人 剛才同學所提到的父母 師長 包括我們的天父 都在疼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笑著來生活 還要埋怨呢 大家有沒有看之前 巴西里約奧運 大家應該認識一個 中國現在很出名的選手 叫做傅元慧女士 大家記不記得 她有一次游完水 有位記者上去 立即跟她說 傅元慧 你游了百分幾秒 拿了個第三名 如果是一般的同學 或者是其他人 可能會不開心 你要想想 一個中國的選手 她要練多久 才可以代表到 她的國家參與奧運 但是 大家還記不記得 傅元慧女士怎麼回答 她說 是呀 我不是九秒嗎 我第三名 她很古怪的表情 很有趣的表情 告訴大家 我很開心 她還要開心到 多謝她的教練 多謝她的團隊 記者再問 你有沒有留力 她毫不斷是說 我已經用了雄荒之力 我用了我全身的力 我很感謝 我是做到一個這樣的成績 哇 各位德信仔 各位家長 你有沒有期望你的孩子 就是懂得這樣去感恩呢 而不是放了在成績上 不是去追逐一個名利方面 不是去追逐一個名利方面 她懂得感恩 懂得找到一個快樂 懂得去笑 你想想 現在傅元慧女士 中國各大各大的廣告商 都找她 電影又找她 就是因為她給了一份 很積極 很正面 很健康的色彩 去被人跟著 所以 笑多些 是很開心的 都想再跟幾位同學 和各位分享多一個故事 大家懂不懂 一個偉人 叫做愛迪生 我想你們都聽過了 她發明很多很多的事 很多很多的物件 但是你知不知道 愛迪生其實到了中年的時候 其實她患有一個重聽 什麼叫重聽 聽不到清楚人說話 但是她自傳裡面 她很清晰地說出來 我沒有不開心 因為我只是聽不到人說話 所以我能夠專注 做我的創作 做我的設計 做我的發明 我才能夠發明到 這麼多偉大的東西 還有一次 她的工場失火 大家知不知道 愛迪生做了一件什麼事 愛迪生打電話給她爸爸 叫她爸爸 快點過來 爸爸 我們一起去看一個很漂亮的夜景 煙霧彌漫 但是我們心裡沒有流一滴眼淚 她跟自己說 這個就是一幅很漂亮很漂亮的圖畫 跟爸爸一起去欣賞 但是欣賞的角度裡面 她笑著跟爸爸說 煙霧彌漫 這麼多消防員 這麼勇敢去救 但是他們真的欠了一個裝備 怎樣去看到東西呢 我都看不到 於是她借這個機會裡面 她就發明了一個強力趙明燈 趙明燈的出現 是因為愛迪生這個工場的失火 你想一下 誰 愛迪生自己 有沒有想過 一個放棄 或者很失落 沒有了 工場失火 沒有了 什麼錢都沒有了 沒有了 他還笑著 因為這件事 他得福 令到他發明了一個 到現在 我也會帶著幾位同學 帶著各位去感恩的 就是各樣樣偉大的發明 包括照明燈 包括電筒 你沒有電筒 晚上怎麼走 怎麼看 這個照明燈 就應用到 現在全部的工具上面 汽車 飛機 航空的儀器 汽車的標板 全部都要靠燈 所以 不要埋怨 不要只是 辛苦 不開心 今天 或者小朋友會說 今天有多功課做了 今天又會有很多困難 今天又被老師說了 甚至乎 有同學寫給校長信箱說 媽媽經常逼我吃菜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東西吃 為什麼不笑著吃呢 你有媽媽關心 為什麼不開心呢 好了 講完 懂得感恩 我也都希望 除了同學之外 家長 你們都要聆聽一下 小朋友的聲音 今天 我就拿了一份衛生署 就是定期出版的一個康物 叫做彩喬 裡面 他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說 原來訪問了這麼多 那麼多小朋友 原來小朋友最想聽到 各位父母 你們跟他說的話 是什麼呢 共有六句 校長在這裡說 第一句 你做得很好 第二句 加油 努力 你一定做到的 第三句 我愛你 I love you 第四句 繼續努力 爹地媽咪一定會支持你 第五句 盡了你就行了 第六句 就算有什麼事 爹地媽咪都會陪著你 大家 大家肝掌感不感受到 其實孩子在等的是 一份你們給他的包容 諒解 聆聽 支持 孩子 剛才大家聽到 他們懂得感恩 有你們 有你們父母的愛惜 希望各位父母 你都能夠感恩 有一個這麼好的孩子 最後 校長在這裡 就很希望 藉著 感恩 就希望 我們全校的同學 老師 家長 在以後做每一件事 工作 學習 遇到任何的困難 都要笑著和自己說 這個困難 就會為我日後 帶來一份成長 我要講多謝 我要講感恩 好 多謝各位 那四位 不如我們跟大家說聲再見 好嗎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